和你谈谈一只短视频的股份 他公布了一个数据 经调整的规选扩大到49亿 收入是有得升的 值得留意的是直播收入跌了两成 收入占比原本大过七成 现在到四成左右 公司解释了 因为去年同期是一个新冠疫情 比较严重的情况 那时有一个比较严格的检疫隔离 很多用户就转向线上社交和娱乐活动 但随着今年大家的大众生活 就回复正常的模式 在线上活动的花费就会减少 其实你又如何看快手这份业绩 你又收不收货呢? 他这个解释 如果就着单一公司来看的时候 亦都是可以理解的 但事实上 现在都有其他相类似的公司 其实你会看到他们的业绩方面 第一季相对上表现是不错的 所以令到快手现在去看的时候 那个业绩就会是一个比下去的状况 就算是扣除了公运值方面的亏损 其实仍然是一个亏损扩大的情况 也在说是五十几亿的状况 所以可能市场都会去考虑 会不会他未来这个规转型的能力 可能就会延后一点 未必今年是可以做得到 可能要去到明年才做得到 所以对于他的短期股价 都有机会有一个售压的状况 因为盘前也在跌4.5% 所以如果作为一个短线的部署 可以看看有没有机会 股价是215-218才去吸纳 如果作为一个中长线投资 现在222元盘前去吸纳 我自己觉得风险不是很大 不是有能力的 那期底下 再往这个地方 再往这个地方 入不中立即 再往这个地方 再往这个地方 下 tongue 再往这个地方 被据成 我也要不告诉大家 我们现在看